第一次大會由中央常務委員嚴加幹擔任主席 中央委員會藝術長江寶樹在會中提出了黨務工作報告 他在報告中說 我們應該驗證地指出 光復大陸是我們的基本國手 是我們堅定的決心 反共思國鬥爭的過程 既然是奇跡的、艱苦的 但是牽出是絕對光明的 實質正是本黨控制 分外振奮革命競爭 犧牲奮鬥的刺客 只要我們能遵照董裁的性質 寬解革命力量 裝盡子鄉、農亡之先 也能可不困難、衝破悲難、採訪信息 獲得最後的勝利 以防守文藝前線 今後黨務工作 所應就下列方向 充斥自律和槍 持而不懈的努力 來扭轉革命心靈 維護憲政機制 公共革命領導中心 中華民國的憲法 是穿過人民 依法算出的代表所執行 我國的立國最高原則 和反共蘇國的一切政策 與揭動 都應以這一步 莊艷深深的憲法為遵守 一切國民大會 第五次會議 現在正在舉行 其主要任務就是 要轉去中華民國 以無任總統和總統 當前緬令國際簡批 貿共北邦 為解救軍內部所產生的危機 任務所產生的危機 正特展去國際統戰陰謀 波動 我們必須相互革命領導中心 才能夠好照軍命 穿潔順發 可不困難大成國所 三中派會 都當極限 還面外通靠 一致熱烈擁擇我們總裁連任 旅任總統之時稱 強化黨籍戰鬥時 充施主席 抖爭戰爛 穿力支持 挑戰反骨 乃歸民主席 貫徹內生主義 加倍努力 改善 人民生活 結合環保反骨力量 加強修斬 最激走聲 今天我們未由 輪到總裁掌握在川普殿領 以事後所吸引事件 彼此天下之心 趁天下之事 之事 一致決心 發揮每一個人 足夠賢徒 困擁 威依侵 威侵侵忠義 國家民族的興奮事件 一直在榮太引導之下 興奮穿捷 合作不顯 獨立分散 勇往前 我們堅決地相信 國家的運輸 靠在我們自己的手裡 人民的大業 一定在我們自己的手裡 來完成 今天下午在會中的第二個報告 是國民黨公務局主任徐欣然所做的 共匪內外形勢極其重剎的報告 他從共匪內部的基本形勢 和共匪對外的統戰公式 分析北偉內部的激烈權力侵察 共匪的省軍手段 以及毛共在經濟和文教 兩個部分的導行一絲 來指出毛共是在於全民為敵 將全民趨向反共 徐欣然並且指出 共匪對外統戰 是要借外力來正面反射 並且想造成天下大亂來亂封群立 利用美俄奉奪而左右逢源 第三次報告 是由國防部情報局長 葉祥之所做的大陸工作報告 他指出過去兩年來的工作進展 包括以後核心組織的強化 以後反共群眾的聯繫 反而反共力量的結合 群眾抗暴中心的組成 撤戰突擊部隊以及 褚訊和秘密遊軍機制的經營等 經過努力的方向 將是加強對水滲透 擴大最下降經營的結合 積極對反毛匪軍的撤聯 和整備對大陸的衝擊力量 每 interf某程都沒有 要距離發生 这件事情 一定要想請